二樓變成一樓 車子被擠壓變形 國盛六街二號 四號的白金雙新大樓 還有四十一號的無拘無束大樓 嚴重倒塌傾斜 救災人員逐層搜索建築物後 確認沒有傷亡人員 還有十五戶未聯繫上 四十一號部分 目前有十五戶未聯繫上 那這部分會請派出所 再持續做聯繫 昨天已經那個搜索 已經告一段落了 那我們現在去會前往那個商校街 那個阿關湖外面做支援 國盛六街受災的民眾 都到鄰近的中華國小接受安置 回想當時還是很害怕 各界愛心人士聯合主動承擔熱食 只要受災民眾還在安置中心 就會持續提供三餐 大家一起幫忙 這些東西我們都說義務容辭的 都是有幾天我就做幾天出來 受災民眾在逃難中身上都沒有 攜帶任何物品 齊齊志工提供熱食 保暖物品等等 還貼心的提供八十副老花眼鏡 給中華國小極小巨蛋的災民 地震過後已經第三天大小魚震不斷 提醒災區的民眾先不要返家 取回個人物品避免人生危險 大約新聞 江教育 劉洪志 華臉報導 雖然有幾天 小巨蛋 有幾天